這個很重要 其實像他們現在這麼年輕 就是其實要多學多看 然後多練習 十二歲出道到現在 你看他也沒停輪過 就算結婚生小孩之後 他還是要不斷的努力 我覺得不能停下來 刀要一直磨 真的 所以我們你看 我們有選手村 回來這邊有柯卓教授 還有評審講評 而且有這個戰場 可以實際操練 這就是刀要繼續磨才會進步 那信芳有什麼問題嗎 我想要問老師說 從小就是個性那麼活潑嗎 還有一點是口才要如何訓練好 你應該問那個瓜哥吧 問他 他十二歲出來口才也沒那麼好 我十二歲的時候跟啞巴一樣 那個時候瓜哥有訪問我 完全不敢講話 其實我覺得也是多看多努力 我那時候就會常常就是看一些 綜藝節目 例如說像一些演藝圈 口才很好很幽默 例如像瓜哥一樣 他會去訪問一些藝人 那如果我就會想像說 如果我是這個藝人 那瓜哥這樣問我的時候 我要怎麼回答 然後我自己就會在那邊練習 那慢慢的 因為你自己練習了 你會比較有自信 那你站在台上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自己怎麼去表達 其實跟我們一樣 我們到現在也在看別人節目 以後碰到同樣的情形 也會碰到同樣的人 沒有不足的 我們自己要去補這個問題 這個才會進步 那鐘哥你一直維持以來 都是這樣口齒不清 我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我沒有改變 我覺得經驗很重要 而且時間很重要 而且看書很重要 多看多聽 今天這樣 剛剛講的是一些觀念跟概念 跟心態的問題 唱歌我們想如何拿捏得好 收放置如 對 所以今天其實我注意到 其實這個信芳 他好像聽說是出而名的 就是 對 那我今天看到表演 就是有一點點這樣子的感覺 那所以就是要學習 更有自信一點 那文綺則是放太開了 放太開了 那感覺比較像小男生 所以呢 今天就讓他就是 比較小女生小女人的感覺 比較可愛一點點 對 好不好 現在學習這一點 對 那信芳我覺得跟他合唱一首 比較動感的一首 性感的歌曲 真情人 真情人 可以嗎 信芳 可以嗎 可以 那文綺的話呢 我就唱一首 我之前大概十五歲的時候 出了專輯的一首歌曲 然後在我這新專輯上面 有新的重新的編曲 對 那比較現代 那就跟文綺一起來合唱 哪一首 那個 《生雅七》 這首最適合他了 對啊 《生雅七》 那這就兩首歌 沒有 還有這個 除了他們兩位以外 我今天要特別點一位 那個 許富凱 對哦 你知道嗎 上次我來唱的時候 我跟他合唱 可是他聽說 他自己唱的時候很放 可是他上次跟我唱的時候 非常的避暑 有機會就對了 而且他站非常遠哦 遠到好像感覺上 就只有我一個人在唱這樣 說實際上 避暑不是你講 很多人講 富凱,來 機會難得 這一次要綁回顏面一下 富凱,不僅是講話的語氣 要放出來 動作都要放出來 屍體要放鬆一點 這已經變僵硬了 僵硬 又變僵 那你想跟他開哪一首歌呢 我上次是唱 《你我最紅》 那這次唱一首更輕快的歌曲 《雞舞高端飛帆我》 主張你 無聲無聲來 這個原唱是李茂山 後來那個羅時豐跟藍心梅 他們再度翻唱 變成男女合唱 那這樣 今天就很活潑 都動起來了好不好 姓芳也是一樣